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叫表女 别说你没遇到过 现在那些表女太多了 她们装的跟人一样 世界所有都是美好的 她就是慈善家 总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每个男人都是她的亲人 八面明龙 六面讨好 明明看见人家有女朋友 但是还在勾引 看见人家力大尽足 想尽一切办法拥有 却是以此为荣 远离他们 真爱生命 备胎众多 且和很多男人暧昧不清的 一般这样的女人以谈恋爱为荣 她们觉得谈的对象略多 自己在朋友面前越有面子 殊不知自己在别人眼中就是个婊子 因为她们谈太多的对象 对待感情如同儿戏 几乎没有人会把她们当做一个可以结婚的女人 只是玩玩而已 满足一下自己的性需求而已 一般有事才找你女生 她们内心根本就没有把你当做一个朋友 她们只会把你当做一个物品 有事就用到了 你没事就会把你甩一边去 这类女生是非常可恶的 如果说你不帮她们办 或者说没给她们办好 她会从心里面恨你 即便是你帮她办好了 她也不会从心里感谢你的 因为在她的心里就认为 这是你应该做的 你既然喜欢我 你就要为我付出 最可恶的就是这种女人 明明是自己出轨了 还显得自己非常可怜 她们出轨的时候 男人如果没有直接证据的话 她们是使不承认的 就算骂爹骂娘她们也不承认 一旦有了铁证之后 她们就会变得沉默不语 一句话都不说 装得很可怜的样子 无论你怎么骂 怎么打她们 都觉得无所谓了 谁如果要是娶到了这类女人 那就是真的坑害了后半辈子 因为她们这些女人 本身就是水性羊花 使不定会给你戴多少绿帽子 很多女生会自嘲地说到 等我完够了 我就找一个老实人嫁了 我想说老实人是跑你家祖坟了 还是欠你钱 为什么要这么坑害老实人 一般像很多女人从懵懂走入青春 再从青春走到结婚的年龄 经历了多少个男人和多少男人同居过 怀过多少男人的孩子 本身一个很好的身体 被你这样瞒弄的已经资历破碎 就跟汽车一样 短短几年时间大修过好几次 那谁还会要 而且还需要老实人有钱 有车有房才嫁给她们 所以说遇到这样的女人 就让她多远过多远 所以在找未来老婆时候 其实没必要要求那么高 能在一起过日子就行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